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乃卧虫猪九介事业 我握不住了 我坐起来了 上海的疫情 全国人民都很关注 我们看到上海有关方面 有些方面做了道歉 有些人也在 有一些声音批评 有一些声音反思 我觉得当务之急 控制疫情 这是首要的 反思控制疫情的 我这样想的 这个吴凡 吴凡是个女的 她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专家 她对具体怎么防疫 具体怎么防疫 有发言权 至于大的方面 上海的防疫大的方向 我觉得还是邀请 战略眼光比较大的一些人 你比如像司马南 我看到一个视频 有人说就是说 上海精准防控的时候 司马南就有点担心 好像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消息 我的意思 防控扩大参谋人员 把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吸纳进来 比如像我 我没这资格 上海的流浪大师 沈为让他去 他们这样人多一些 参谋多一些 决策之后 监听者明 偏听者暗 好的办法 让领导 决策 这个 抗议就是打仗啊 弄好了就 当机立断 一物战机 损失就会大的呀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仅供大家参考 感谢大家点赞观众 转弯评论多多批评 拜拜